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现实中,人在退休之后,往往会进入一段茫然期,不知道没了工作,自己还能做什么。 所以,有的人可能无精打采,有的人随波逐流,跑去玩牌。 其实,人到退休之后,无论安排什么事情,都要围绕自己进行。 真正为自己好,让自己身心健康愉悦,才是长久之计。 多数人退休之后,可以参考这三件事,让自己过得更优越。 灵妖整理人际关系,人到退休,就要学着珍惜自己的时间精力。 这个阶段,不必再为了工作利益,跟别人虚情假意。 也没必要,跟那些表面善良,实则小人的亲戚朋友邻居,去来往。 而是应该果断清理好朋友圈,跟真正合得来,人品正直的人交往。 须知,进墨者赤,进朱者黑。 跟糟糕的朋友在一起,迟早被他们算计。 所以,务必要谨慎选择朋友。 举个例子。 我母亲刚退休时,跟两个阿姨关系很好,经常聊天。 后来,我母亲就戒掉了这个事情。 我一问,才知道,这两个阿姨,特别喜欢传闲话。 而且很喜欢两面三刀,假装好人。 所以说,我母亲跟他们,就直接疏远了,省得心烦。 现实里,人的很多负面情绪,仔细想想,都是由于某些人引起的。 有些人让我们厌恶,有些人让我们气愤。 不信你回想下,你身边是不是有这种人,让你不痛快? 既然退休了,就让自己过几天消停日子,跟他们少来往的好。 02照顾好身体,人退休了,才有时间和精力,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 上班的时候,日日操劳,忙着养家糊口。 退休了,就要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 这时候,最明智的,就是把养护身体,提升日程。 举个例子,我父母年事已高,他们周围也住了很多老人,所以我平时有些关注。 有些老人,从不锻炼,从不注重饮食。 他们生了病之后,往往康复很慢,甚至留有后遗症。 生活质量,是直线下降,让人看着难受。 由此可见,老年人是否养护自己,是会带来不同的生活质量的。 是健康这件事,自己努力了,还是能得到收获的。 人到晚年,金钱的事情,已经不再重要。 唯有健康,才是真正的财富。 03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,现实里,大多数人操劳了一辈子,但是都没有学会如何生活。 生活,不是天天按部就班,吃好一日三餐就够了。 生活,是要自己找到乐趣,拓展自己的精神世界。 举个例子,两个老人,一个,只知道每天说人家闲话,希望别人倒霉。 而另一个,有自己的兴趣爱好,经常旅行看电影。 你说哪个人,能够心情愉悦,让自己舒坦呢? 显然是后者。 正确的生活方式,能让人的心情愉快、平静。 而错误的生活方式,则会让人烦躁不安、气愤。 这中间的生活质量,有天壤之别。 现实里,多数人都是为了生存,而忙忙碌碌。 到了晚年,也该为自己活一回了。 找到一些真正感兴趣的事情,多体验人生,让自己的人生体验,丰富起来。 这,才是真正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。 中年人,往往都上有老下有小,身上扛着最重的担子。 这时候,如果你能够早点开始存钱,生活往往不会对你太残忍。 01中年人面对的职场,很残酷。 中年人面对的职场,是非常残酷的。 因为薪资比较高,然后身体又经不起天天加班。 所以,每次裁员时,中年人都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。 随时可能被企业,当作一个大的薪水包袱而丢掉。 所以说,中年人认真存钱,才能让自己的职场危机,更加顺利度过,不至于那么狼狈。 前几天看了一个帖子,让我很是感慨。 一位家庭主妇发帖,说最近丈夫失业了,新找的工作一个月才三千多块。 急得他每天都在精打细算,压缩开支。 但是再怎么计算,宝宝的一些支出都是刚性的,他也节约不了多少。 所以急得他想冲出去工作,但是又担心宝宝无人照顾。 其实他们两口子,之前的日子还算平稳。 但是丈夫突然失业,让一切都乱了套。 而这种景象,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中年人身上,不是吗? 人到中年,在职场里已经很平稳了,所以经常忽略一些危机。 其实,如果自己所在的行业,或者公司遇到了冲击,那么自己的饭碗,其实也是岌岌可危的。 在商业社会,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。 只有未雨绸缪,才能平稳度过。 02,为了孩子跟老人,认真存钱,人到中年。 自己已经不再是孩子,而是家里的顶梁柱了。 既然如此,就要为这份沉甸甸的责任,做好准备。 否则一朝风雨来袭,是会人仰马翻的。 我家里一位亲戚,就是如此。 年轻时起,就花钱不仔细。 两口子平日里,工作很一般,没什么大的前途。 总是喜欢吃吃喝喝玩玩,每个月都要花掉不少钱,没什么存款。 所以人到中年,等到孩子要上大学了,才发现很难过。 你说,他们早些年干嘛去了? 每个人身上,都背负着责任,其中以中年人游慎。 孩子的教育费用,老人的护理费用,都不是小数目。 如果能早点未雨绸缪,就能在关键时刻掏出钱来,不至于囊中羞涩。 你说对吗? 03为了自己的晚年,做好准备,中年人存钱,其实并不容易。 所以更需要较长的时间,来积累财富。 对于中年人来说,花钱的地方本来就多。 比如孩子的兴趣班费用,上大学费用,甚至买房的费用。 还有老人的要费支出,甚至补贴生活的支出,等等。 加上自己的房子车子开支,中年人的余和,本就不风欲。 所以说,存钱更应该早点开始,这样才能积累足够多的钱。 巴菲特说过,投资就是找到一个长长的坡道,然后开始滚雪球。 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,把雪球滚大。 其实对于中年人而言,存钱也是一样的道理。 早点开始,才能为自己的晚年生活积蓄更多的财富。 这样自己晚年时,才有足够的生活费、医药费。 最后可能累上来了人、在刘坛 pourra破 bond机场成长的坡道。 庸宝的消划 und人类不忌这里。 C 庸宝费 ω。 所愿,变成不必不会死掉的。 在那现在,是水炙的缘配相 solu自会去既質 scratched。